Hello,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呢是跟大家review一款Fondation 就是NARS的这款Share Glow 这款Fondation我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也尝试了它一段时间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款粉底液 我觉得它出来的底妆效果我很满意 先说一下这瓶粉底液买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黑色的盖子 这个Pump是要另外买的 那我价格具体忘记了 我会列在视频下面的info box里面 那大家可以去点击查看一下 因为这个Pump是要另外买 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就有一点点小扣分 我觉得这个Pump是应该加在粉底液上面 它不应该另外买 如果你买了这款粉底液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一定要去买这个Pump 否则的话在使用上非常不方便 很容易就会倒多 倒多了的话你再倒回去呢 可能就会不太卫生 那因此我觉得有个Pump呢还是非常好 它可以拿捏的准那个用量 另外再说一下这个瓶子呢 它是一个玻璃瓶 所以如果你要带出去旅行的话 它可能就不是这么友好 因为它会稍微重一点 这款粉底液它不含防晒值 所以在用它之前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色号方面这瓶粉底液它有一系列的色号可以选择 分的比较细致 我建议大家在选择这瓶粉底液的色号时 最好是可以靠贵试色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会买错颜色 大家也知道粉底液颜色如果买错了 就会很少使用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浪费 我用的色号我会把它列在下面 因为这个色号我不太会念 也省得读错了 Share Glow的遮盖力是中度遮瑕 肌肤上如果有一点点小瑕疵的话 它是可以帮助遮盖掉 如果说肌肤上有一些痘印啊痘痘 千万不要依赖粉底液去遮盖 请在粉底液之后用遮瑕好吗 这样整个妆感出来才会比较透薄清新 通常用Share Glow我会有两种不同的上妆法 就是这两样 一个是粉底液刷 那另外一个是Beauty Blender 如果说那一天我希望打造一个无瑕的底妆 我会用粉底液刷 因为用刷子上粉底液 我觉得那个妆感会更无瑕 遮盖力会更好 但是如果说那一天我希望整个妆感是比较清新透薄呢 我就会使用Beauty Blender去上妆 整个底妆就会看上去非常的清透清薄 再说一下它的持久性 我自己呢是混合性偏干的肌肤 在夏天TQ会有一点小油 白天用了这款粉底液 基本上一天都不会脱妆 它的持久性非常好 很多同学买粉底液会很担心粉底液氧化 就是上午擦了之后 下午肤色好像会变深一号 那这一瓶粉底液呢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上午擦了那个颜色 下午依然它还是那个颜色 这款粉底液很容易被Beauty Blender和粉底刷推开 那我也建议你在用这款粉底液的时候 选择粉底刷或者是Beauty Blender来上妆 那个妆效出来是最漂亮的 我发现用手去上这款粉底液的效果呢 没有那么好 这款粉底液的服贴性也非常好 一旦它刷在肌肤上之后 就可以跟肌肤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当然前提也是你的肌肤不缺水不缺油的状态下 很多同学都会问我 擦了粉底液为什么肌肤会干不服贴 那可能是因为你前期的保养工作没有做好 不要去怪粉底液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底妆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光泽感 可以在粉底液里面添加光泽乳液 这样整个底妆就会显得很有光泽感 很有元气 另外有同学问我光泽乳液跟粉底液的比例 那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补充一下 如果你希望那天的妆效是比较自然的话 粉底液跟光泽乳液的比例是1比1 如果你希望那一天的妆感是比较无瑕 遮盖力会比较好的话 粉底液跟光泽乳液的比例就是2比1 也就是粉底液多 光泽乳液少 所以大家清楚这个比例了吗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提问哦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款粉底液非常轻得我心 最近都爱不释手超爱用的一款粉底液 希望这个review对大家有帮助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在下面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哦 如果你是新同学赶紧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吧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拜拜